7月31日 中共商務部、海關總署、國防科工局 和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發出兩則關於無人機出口管制的公告 分別對部分無人機專用發動機、重要載荷 無線電通信設備和民用反無人機系統等 實施出口管制 對部分消費及無人機實施為期兩年的臨時出口管制 同時禁止其他未列入管制的所有民用無人機 出口用於軍事目的 新規將從9月1日起實施 雖然商務部聲明說 這是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 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舉措 不過 專家卻指出背後另有原因 有一個千瓦 衣裳 當然就可以載炸彈等等的 第二個可以搭載激光或者是紅外線設備 合成同性雷達這些本來是可以用在工業的 那現在可能可以轉用到軍事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明則是要避免捲入俄羅斯的侵略 按著是要阻擋烏克蘭獲得這些工業跟軍用的無人機 近期外界持續曝光 中共大量援助俄羅斯無人機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7月27日發布報告稱 中共在俄烏戰爆發後 向俄羅斯提供了更多的科技產品與設備 今年3月 中方就提供了價值超過1200萬美元的無人機級配件 美國媒體政客也報導說 到7月下旬 俄羅斯今年已從中國進口了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無人機 是烏克蘭的30倍 但中共對此向來是口否認 自由亞洲電臺指出 中共最新禁令已涵蓋了眾多 目前烏克蘭戰場上俄烏雙方正在使用的機型 專家認為 中共不會真正執行 對俄羅斯的限制令 而只是讓烏克蘭的採購受限 在中共發出公告後 就有中俄的編貿商和運輸公司向媒體表示 可以輕易買通海關 直接把軍用級的無人機運到俄羅斯